所以旧物的人 不用掩时见色尘 掩时见的 你看看 尽随心转嘛 你是掩时去见色 色就变成尘 尘是什么呢 染无 染无你的自信 让你糊涂 你在这个境界里头 色的境界里面 其情无欲 和自己意思的 起了贪爱 不和自己意思 就起了尘会 他生这个东西 这叫染无 染无的结果 就是三途我道去了 不用这个东西 那就见信你出来了 见信见的外面是什么呢 色信 你看 他外的境界转了 静随心转 用尽信 尽就是信 明信 尽信 尽信成佛了 佛说 楠言 经 传授 这个密法 论随心转 论言会上 佛提出来 谁是用根 就是教这些菩萨们 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会用六根根心 不要用流失 颜言对色的时候 离头不要发六十 只要不发六十 根性 自然就先去 因为望不离真 离了真 望起不来 你说眼识 还是依 见信 变现出来的 迷了产生作用 他要离开见信 眼识就不能生 望是依真 起 没有离开望 我不用望 真就去写钱了 这个道理要懂 你不要被六十欺骗了 我在这里 在拥有别语 大家好 懂 根性 好比是主人 他是主人 那个识是什么呢 识好比是主人的用人 他是来伺候主人的 结果我们怎么样 我们搞错了 我们把主人 当作仆人 把他的仆人 当作仆人 颠倒在这里 我们建设文身 统统用了仆人 主人 主人在 好厉害呀 那是什么 上上根 摄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 就是这个方法 称佛 会能大死 这一流的人物 也是这个方法 称佛 他真的找到主人 佛人旁边站 主人当家 就称佛了 那 十 通常 上面都加一个秦字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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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 人总不入骨 这傲慢生起来 成会就从这起来 我爱 顺自己意思 贪爱 不顺自己意思 一眼误 贪嗔 贪嗔里头都是愚痴 如果有智慧 就不会干这个傻死了 愚痴是一切 愿乏的根源 智慧 是一切清净法的根本 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不成智慧 我们的愿无太重 佛告诉我们 愿无能放一分 智慧就偷一分 愿无放了十分 智慧就偷十分 智慧能帮助你 成无上道 愿无里面 有善悟 善子三善道 卧室三我道 你肯定出不了 六道轮回 所以事法 惯 惯治 要用惯治 事法 立诸 勤疾 决定不能用分别之主 还用分别之主 你天天在造业 造业 肯定跟一切众生 戒运 有善运 有我运 愿运相报 佛法里讲 有运众生 顾名 观也 所以这个字 意思很深很深 要回应我 也不如 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